Celine Dion 一般把它翻譯成 席林迪翁 这位小姐 那很遗憾的是 她似乎罹患了剑洞症 所以我们来稍微讲一下这个报道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条周英文企图 那光是这个开头 我们就可以看到 她说的是Celine Dion 她的名字也知道一下 你会念席林迪翁 当然没问题 可是你如果能够念 她的英文名字 当然是更好 Celine Dion 他cancel了这个tour date 这个巡回演出的 这些日期 as a result of neurological disorder 所以这个neurological 就是神经方面的这样子 所以神经方面的 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就看到 小标题里面有一个字 这个字当然对我们的频道来说 也不是新字 不过还是看一下 因为很多的新观众 The Canadian singer announced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European leg of her courage world tour as she continues to battle stiff person syndrome 所以光里面就有两个字可以学 第一个就是leg 所以她cancel掉了她的欧洲的全球巡回的 欧洲部分 所以欧洲站 所以全球巡回的欧洲站 那那个站呢 就不是什么火车站的 那个站station 不对 所以她叫做 她是一个很有趣的词 叫做leg 就是腿 想象一下百足之虫 有一个虫有很多腿 你要是全球巡回演出 就好像她的很多腿 去踩到不同的国家 那她就要cancel掉 欧洲的这一腿 就是了 OK 所以宣布了 announced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European leg of the world tour 那她的这个世界巡回 还叫做courage 所以她是一个叫勇气的世界巡回 那为什么呢 因为as as可以翻译成因为 她持续的呢 跟着一个病在做征战着 as she continues to battle stiff person syndrome 我相信她有一个更专业的名词 不过她的报道用这么一个简单的 我们也很OK 那她就叫 我们中文翻译成见动症 stiff这个字 所以多看一下 stiff person syndrome stiff就有 有僵硬的意思没有错 OK 有僵硬的意思没有错 那你说能不能用在 那个色色的那个硬 男生的器官 可以 没有问题 OK stiff 那还有另外一些其他的用法 我很记得 我在人生中看过的一个用法 就是 那是Michael Jordan的 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 他是已经是华盛顿 巫师队或者翻译成奇才队 的40号 然后他打到 嗯他知道这一场就是他最后一场 以后就没有了这样子 打一打时间差不多 他也该下去休息了 所以教练把他换下来 然后就坐在那开始休息 然后就在那边待坐着 等着哨声结束 结束了他 他这辈子最后一场NBA的常规赛 可能也没打进棋球赛就是 但是观众不放过他 观众想看Michael Jordan 所以全部观众就开始 Jordan Jordan还是之类的 MVP还是三小五不知道叫什么 那但是教练就知道了 就是说他们在叫你 他们要你再上去打一下 这时候Michael Jordan的回答是什么 我都已经冷到僵掉了 OK 我看到报道就Michael Jordan的老师说 我已经坐在这里 已经冷到僵掉 你还要上去 可是你看你听 他们要你 所以他好像又回去打了一下下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罚了个球 还干嘛的被犯规 然后最后还是下场就结束了 这样子 好所以那 他说我已经冷到僵掉了 那句英文是什么 他就很单纯 很简单的跟教练说 I'm stiff I'm stiff 我已经都僵了 这样子I'm stiff 所以stiff就可以用在类似这样子的地方 OK 所以他得了这个病叫 stiff person syndrome 所以反省见动症 syndrome就是什么症候群之类的 好 那我们可以在里面学到一些就是 他又有道歉 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 必须cancel他的 就可能要退票之类 造成大家不变 所以一般来说 这种道歉文都写的是四平八文 而且是充满了这种 真的是很诚意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怎么写的 我就读这整段给大家听 其实也是建议同学 如果你荧幕开着的话 跟我一起念一下 OK 有什么不好的 练习一下 像你的口说 对不对 好来 然后发音 这个大家说口说也浮夸了一点点 所以他说 I'm so sorry to disappoint all of you once again 听起来好像不是第一次 I'm working really hard to build back my strength but touring can be very difficult even when you are 100% 所以他现在很努力的 想办法把他的 就是增加他的激励之类的 build back my strength 但巡回呢 还是很困难的 即便你是百分之百也很困难 touring can be very difficult even when you are 100% 然后他55岁 其实好年轻哦 我还以为 我一直以为他很老的 你知道吗 殊不知他其实在大 我在9岁左右 10岁内 好anyway 再下一段 他说 It's not fair to you to keep postponing the shows And even though it breaks my heart It's best that we cancel everything now Until I am really ready to be back on stage again I want you all to know I am not giving up And I can't wait to see you again OK 所以也是四平八文 有很简单的英文 所以对你们来说 如果我一直往 把这个秀往后推 是不公平的 所以postpone 就是改期往后推 你把它说成cancel 就目前为止是cancel 好像也对了 OK 不对 还是他真的是cancel掉了 他已经不是postpone 因为postpone可能还不用退票 你直接把那个日期改下去 就可以了 甚至原票拿去 因为反正那场没开成嘛 你的票还是长的那个样子嘛 但是cancel应该就是cancel掉了 所以对你们来说 is postpone的不公平 所以对不起就cancel了 OK 所以 没错 even though it breaks my heart 虽然说这个东西会让我很伤心 但是呢 我们最好就cancel吧 It's best that we cancel everything right now Until I am really ready to be back on stage 我们这里讲一个有趣的 小小的地方 Until I am really ready to be back on stage again 那为什么 我这里要讲什么 你可能会想说 有什么好说 我都看得懂啊 我要问的就是 为什么这里他不说 I am really ready to be back on the stage again 不加一个the 加不加the 是很多同学学英文会遇到的问题 那这里当然是不加the 为什么 因为不知道哪个舞台啊 对吧 所以回到舞台 什么舞台 没有什么舞台 任何舞台都可以是他的舞台 并不是欧洲某一个城市里的那个戏院的舞台 或者是I don't know 什么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表演 某个体育馆里面的舞台 不是嘛 就是舞台in general 所以这边就不会加the 所以加不加定罐词的概念 说真的就这么简单 这样子 所以就是为什么 去学校 上学 不加the I go to school 不会加the 除了你跟同学说 我们今天下午在学校见 什么学校 我们一起上的那间国中高中啊 I'll see you at the school 这样子可以 OK 上班 I go to work 不会说I go to the work 所以这个 加不加the 其实算是一个 不是很难理解 只是说我们台湾同学 常常抓不太稳的一个东西 就是 好 再往下看 那这边再来就说是 他其实身上会不断的有那个 啊 金卵啊 这样子 所以这个词叫做spasm 到哪里去了 他在这里 OK 所以他 这个condition 好 基本上会影响 大概 全世界100到200万人这么多 so the condition which affects somewhere between one and two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causes muscle spasms and painful stiffness that worsens over time 所以造成muscle spasm 这spasm就是 筋卵这样子 OK 所以像一般的 像闪到腰之类的 也就是一种 muscle spasm 说穿的 所以并不见得是 骨头有问题 闪到腰 其实是腰的肌肉 这样子 那会有一些 这个很疼痛的 这个僵硬 painful stiffness 那他会在 长时间呢 会越来越糟 so that worsens overtime overtime这个词 真的让我们好几集都有看到 就是在 长时间的这个 慢慢发展下 就worse overtime 但overtime如果讲成一个名词 他一般讲的是比赛的 加时赛就是了 好所以他还没讲完 我们就再多看 他继续说下去的 他自己打出来的稿子 unfortunately the spasms affect every aspect of my daily life sometimes causing difficulties when I walk and not allowing me to use my vocal cords to sing the way I am used to 这边 所以很不幸的是 这个spasm 他影响他的生活 每一个层面 层面就是aspect 这个词大概OK so the spasms affect every aspect of my daily life 所以每个生活 每日生活的每个层面 有的时候造成 就连走路都有困难 sometimes causing difficulties when I walk 走路都有困难 那不会让我 就不允许我 使用我的声带 就是我所习惯的方式 用我的声带 so and not allowing me to use my vocal cords to sing the way I am used to 所以这个vocal cord 就是声带 OK vocal ok 声音的 cord cord 所以一条东西 就是一个cord 像我们讲说电线 我们可能就叫它 electrical cord OK power cord 那另外一个发音 叫cord的一个字 所以这两个字 发音一模一样 之前念cord 这个就是音乐里的和弦 cord 所以它多了一个h 在里面 有一个歌手 叫谢和弦 还是谢和弦 到底是和弦开始和弦 大概不重要 所以它的名字 好像英文名字就叫chord OK 好 好像卢广众叫crowd 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变成广众很多人 就crowd 人群之类的 好anyway 所以它就不能用 它的vocal cord 就很遗憾 这样子 来 那这边再说的就是 继续努力 简单的说 所以再把这边 读完好了 那它真的是用 很简单的英文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读看看 所以它说到底 其实自己都不确定 能不能够回来 因为它 最后就必须承 它都说 我必须承认 这真的是很困难 很辛苦 It's been a struggle 这样子 OK 好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就是它说到 它本来 在2021年的时候 它都要在 拉斯维加斯 就是固定住 住在那边表演 像我知道 大卫魔术 还有像我们 小胖淋浴群 如果给大家记得 它的话 它唱 惠尼休斯顿的歌 唱模仿的非常像 它好像现在就固定 住在 拉斯维加斯 然后大家就可以去 赌博的时候表演 看它这样子 OK 所以它这里说 Dion first spoke about her symptoms in October 2021 所以在的确 2021年10月的时候 就第一次谈到 它的这些症状 about her symptoms when she postponed the beginning of her Las Vegas residency due to what she described as severe and persistent muscle spasms 所以它在那个时候 它延后了 它的Las Vegas 的residency 所以residence residence就是居民 所以它住在那边 我讲的那个住 是住派的住 所以它住在那边 那它就可以称 那个东西 是它的residency 是没问题的 所以本来要开始了 the beginning of her Las Vegas residency 那它那个时候 就有严重的 并且是持续不断的 肌肉的痙瘫 described so what she described as severe and persistent muscle spasms 非常遗憾 然后它又说 这个东西是令它悲伤到 超越文字能够描述 所以下一段 我们把它讲完 my team and I have been working on our new show for the past eight months and to not be able to open this November saddens me beyond words so 这件事情 sadden它 beyond words 所以超越了文字 能够描述 beyond words ok 我的痛苦超越文字 能描述 my pain is beyond words 所以这个片语 蛮容易丢得进去的 beyond words sadden这个字 就是sad的动词 sad是形容词 sadden就是动词 ok 形容词跟动词 so x saddens y 就这么简单 ok 所以他没有办法 准时 来开始 residency 就是让他悲伤的 超越文字的描述 not being able to open this November saddens me beyond words 好 那下面就说了 这个stiff person syndrome 好像现在没有什么 真正能够cure 他的种 cure就是治好了 能够treat 所以其实这个很tricky 要是医生在treat你 他没有保证可以治好你 因为treat毕竟有对待的意思 所以医生可以好好的对待你 他可以试着治你 这就是treat你 可是他没有promise你 他可以cure你 所以cure才是治好 so there is no cure for this problem ok but there is treatment ok 所以treatment跟cure 真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这边就读一下给你听 there is no non-cure for stiff person syndrome but it is treatable 所以treatable不是cureable 所以你看treatable跟cureable 也是不同的概念 if something is treatable you can maintain it I guess ok you can try not to worsen it ok 可是他并不表示 他是curable的 所以这很遗憾 好啦 到这里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 Celine de Jong Celine de Jong 喜不喜欢呢 相信大家应该对他是 非常有印象的 我觉得真的觉得 没有人不认识他 尤其是像 你是我这个年代长大的 唱那个铁达你好主题曲 之类的 好啦 这个悲伤的事情 希望他能够再撑下去 能够再回到舞台上表演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